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庸关省啊 还有大炮 当然了 这个时候那个大炮啊 是巨型的投尸机 要再过四十多年 世界上第一架以黑火药燃烧为动力的武器才会在南宋军队当中出现 可是这并不妨碍折别被上面滚下来的大石头砸得满头包 折别那是谁啊 是不是啊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 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上去 减少了头上起包的数量 之后他对这些大炮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 并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大汉 蒙古军纵横欧亚大陆靠的不只是战马 弓箭 长刀啊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大炮巨型投尸机 准确的说这种叫西域炮 这种战械的功劳啊 居庸关陷落了 金国都城中都大兴府 袒露在蒙古军面前 这座城市在唐朝的时候叫幽州 辽代的时候叫燕景 那是燕云十六州之首 现在我们管他叫北京 经辽金两国两百余年的经营啊 他已经呢成为当时中国北部最大的军事政治中心了 中都呢分内外两城 外城周长五千三百二十八丈 那四周呢还建有各周长达到三里的紫城 城上呢是楼鲁城建啊 这个兵库粮仓俱在 内外两城间呢有通道相连 是具备立体梯式防御的重镇 金国卫少王完颜永济啊下令全城戒严 男子不得出入城门 一带蒙古军临阵 公元一二一一年九月 蒙古军出现的中都城下 双方在城墙内外进行了残酷的消耗战 蒙古军对意料之中的没占到便宜 以西夏都城中兴府为例啊 蒙古军与这相持数月 连黄河决堤都用上了无济于事 可以想见强攻金国都城 对现阶段的蒙古军来说 还是有点不太现实的 可是金国这边呢更悲惨 不是每座金国城池都像想象当中啊 这个或者说是像这个中都这样的啊 这么坚固 韩代游武民族打仗是非常精明的 知道怎样从根本上削弱对方 成吉思汗兵临城下 亲自震慑金国上层 而他的三个儿子呢 朱士 查克台 沃克台 分别袭击燕云十六州的七域州城 什么云内东盛了 风静武朔了 等等这些地方相继失守之后 蒙古军的欲望无法控制了 他们冲出了两河地区 东至平栏 南起青藏 东北有林黄过辽河 深入女镇发源地 西南呢 至新代等地 这一下子扩展了 基本上整个中原这块地方 全都是蒙古军队的了 蒙古军所过之处一视同仁 你不管是契丹人 女镇人或者是汉人 都什么呢 史记里边怎么说的 叫无不残灭 两河山东数千里 人民杀戮激进 金博子女牛羊马处 皆席卷而去 是乌鲁焚毁成锅秋须 很残酷吧 这就是战争 通过无节制无原则的 烧杀抢掠 毁灭金国最富庶的区域 这个做法是从根本上 打击了女真人的实力 两河赤地千里 人烟断绝啊 这不是短时间能恢复的呀 哪怕用十年之功 也无法禁赴旧官 在这场浩劫当中啊 蒙古人针对的是女真人 但是杀的却大多数都是汉人 为什么呢 没办法 一来战争当中物伤难免 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 对不对 二来这个时候的中原呢 到底谁是汉人 谁是女真人 谁是契丹人 谁是欺人 谁是党项人 根本分不清楚 托这个金张宗完颜景的福 他全力以赴的推行汉化 搞得各民族真的就统一了 金史国语解当中啊 记载了女真性改汉性的资料 你比如说 完颜性 汉性曰王 乌古伦曰商 何时列曰高 图丹曰度 女性列曰狼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啊 改了很多 其后士族或因人变异 难以变局 固在其可知者云 这是史书当中的记载 这么多的两性人 而且都讲汉语 完颜景时代啊 不少女真人 竟然称自己的母语是藩语 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这让突然冲进中原的蒙古人 你怎么去分辨呢 当然了 咱们不是为蒙古军队申辩什么东西 不是说他杀人就是对的啊 只是指出当时中原的实际情况 这在不久之后的中原大乱局当中 会起到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 回到中都城下 蒙古军抵近城墙 墙攻不止 三个月之后 中都的外城被突破 而内城的防御更强 原有的兵力在更小的范围 防御呢 能更持久一些 一切迹象都预示着蒙古军 无法打有作为 但是金国的上层挺不住了 魏少王完颜永继 前史求和 愿意像西下一样 献出公主与成吉思汗和亲 至于说称臣 绝不可能 成吉思汗乐了 和亲 急什么呀 蒙古大军至此 难道没有靠牢吗 他提出索要骆驼三万头 牛羊各五万只做靠军物资 金国人不傻 知道为什么要这些东西 蒙古人没吃的了 你要真把这些东西给了 你事情就麻烦了 知道吗 你要真说把这东西都给他了 这些漠北野人更不走了 他们说可以给东西 但只限于金银 捐薄 我给你这不能吃的 还真就把数百袋 丝薄送出城来了 成吉思汗怒了 为什么怒了 你个瓮中之别 胡同里边的驴 你还敢反抗 你还敢抄呢 你还送了摆袋 丝薄出来 你干什么呀 胡同里边下令 当场烧掉丝薄 继续强攻 无论如何 攻破中都的内撑 可是呢 没有进展 怒火有的时候 可以转化为实力 但是却不能直接对等 这一年的春节啊 就在攻守之间过去 转年初 蒙古大军的粮草 终于断绝 而在超级广阔的 金国辖区之内 各路援军也在向中都逐步的逼近 形势所限 成吉思汗下令 得了 撤吧 这是蒙古第一次罚金 到这就算结束了 看战绩啊 堪称辉煌 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效率 从野户领 惠和宝 全间金军主力45万 到长驱植入围困中都 再到鲁掠周边 大商金国元器 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 如果非要说瑕疵的话 就是中都没拿下来 攻城这件事的确是这个时间段的蒙古军的短板 由于地狱的原因 他们很少面对城墙作战 这让他们骤然的面对当时世界上最高大 最坚固的城墙的时候呢 无计可施了 可是尽管这样 成吉思汗也没太在意 只会躲在城墙后面苟且偷生的人 注定对他没什么威胁 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打碎那一层坚硬的外壳而已 如果实在不能 那就一直围着 直到里边全程饿死 这回啊 他可有经验了 有什么经验的呢 大不了下次在围城的时候 多准备点吃的嘛 对不对 比城里多不就完了吗 我吃的比你多 我这撑的比你时间长不就完 你饿死不就得了吗 蒙古人这边在总结经验 女真人呢 再忘掉伤疤 中毒解围之后啊 援军呢也陆续到达了 一时间的军队啊 物资啊都在这个快速的恢复当中 按说他们应该抓紧一切时间 尽量多恢复 以备下次蒙古人再来吧 可是这个金国的皇帝 魏少王完颜永继啊 却在干着相反的事 什么事呢 回首战况啊 一大批能力低下 品质更低下的金国统帅 等着处理呢 比如说什么完颜成月 胡杀虎啊 这两个人 一个一战损失40万兵力 导致两河山东朱地失去贫护 一个未战先逃 杀陷令抢库银 破坏军纪践踏国法 从哪方面来讲 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尤其是国难时期 正要借这种败类的人头 提升民心士气 连宋亲宗都懂得道理 完颜永继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完颜成月被任命为 贤平路兵马总管 仍然是军中首屈一指的大佬 胡杀虎被封为幼富元帅 哎 升官了 这让女真人情何以堪呢 都是 妈生爹养的 穿衣服吃饭长大的 这玩意也太不公平了吧 太让人生气了吧 哎 可是完颜永继 人根本不理这份胡子 他正在为国防事业 天专家瓦呢 具体做法是派人联络成吉思汗 哎 看看怎么着 咱们两家能成为好朋友啊 当年的二月份 消息从金国北部边疆传来 成吉思汗呢 根本没出金国的边界 就是在那歇了一口气 他给出了答案 行 想成为朋友是吧 上次你答案给我们的公主呢 除了公主之外啊 你还得割让广大的土地 这两样你做到了 蒙古人才会真正的退兵 中都这边可就陷入了温山会海了 一大批的完颜们围坐一团 讨论咱们还价啊 结果是公主可以嫁 完颜永继呢 舍不得亲女儿 可以把前皇帝金张宗完颜景的三女儿 顺国公主嫁过去 外加的每年给你三十万两岁币 至于土地嘛 既然完颜永继已经忘记了伤疤 就决定我们还是不给了吧 承尼斯汗一收的消息怒了 不想给就不用给了 行 秋天呢 我带兵过去 到时候土地女人钱全是我的 公务员一二一二年秋天 承尼斯汗亲率大军 近围金西京 就是今天山西大统 这座城市之前被蒙古军攻占过 现在仍然在金国的手中 这是因为蒙古此时的欲望 全在财博子女 还没有对土地产生过于旺盛的欲望 承尼斯汗曾经说过 为什么要守呢 把土地留给金国嘛 那是我们随时可以收割的牧草嘛 所以两河区域山东诸道 攻占掳掠之后 全部不要 让女真人收拾残局 收拾好了 经济上来了 我们再来打一回 这一次蒙古军队没有去围困中都 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偏邪的路 去攻打了金西京 他们刚才说了山西大统 金西京就是原来辽西京 作为曾经辽国国都的陪都 作为源自北魏平城唐代大同军固执所建的名城 他有着巨大的声誉和坐镇中原西北的实际意义 这些让金国没办法把这个城舍掉 接到战报之后 魏少王完颜永继 虽然很犹豫 还是派出了元帅左都监 奥屯乡呢 去率领重兵去援助去 而这也郑重 承继思汗下怀 事实上是什么 有援助 那咱们就围城打援吧 蒙古军野战无敌啊 你要不援助 那我就围着你西京嘛 这次粮草充足哪怕不打指困 我也能让你金西京陷落 实力 硬道理 金城一路之前咱们讲的 奥登乡的援军在途中就被蒙古军伏击了 全军覆没 他本人仅已身免 蒙古军随即围攻金西京 用数据推论金西京除了被攻破 恶成死城之外啊 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然而这个时候的金西京城内的主管 是金国左元帅 兼西京留守 莫然尽忠 这个人的名字好 一颗红心像太阳啊 尽忠嘛 他的行为更加相符 自从蒙古军围城之后 他日夜上城啊 全力防守 每天从城上射去的剑 从来没减少过 事实上是太多了 很多很多的剑四下乱飞 其中一只不知道啊 是技术太好了 比折扁也不差 还是说别的什么原因 不偏不倚 扑到成吉思汗本人身上了 哎呀 成吉思汗坐着在憋屈啊 我多少年没受我伤了啊 有些这些时间以来 铁木真成了成吉思汗了 可是并没有像赵匡印那样啊 坐在宫殿里遥控指挥 很多战斗的关键时刻 他都是亲自领军冲锋的 哎 所以说之前都没受过伤 这回真是中了奖了 郁闷之余呢 他决定啊 我们先歇会儿 回去养养伤 调整一下 我们再回来 蒙古军呢 就从西京啊 撤军了 不然进中一时啊 风头进出 华丽的进入中都内城 成为了官方树立的 女真英雄典型 用以鼓舞士气 这个时候是公元的 一二一二年的秋冬之间 一年之后 公元一二一三年秋天 成吉思汗的剑伤好了 复仇之念大致 决定再次出兵 正巧 同一时刻 金国的东北方出现震荡 兵力为之分散 这让蒙古军平白 获得了额外的助力 那是成吉思汗 在今西京城下重剑的前后 金国皇帝卫少王 完颜永继 不知哪根筋扭到了 突发奇想 在整个国土面积上寻找前 在的危机 觉得辽东那边最紧迫 准确的说是辽东方向的 弃丹人 辽金的侍仇 这回 女真的后院可真起火了 完颜永继在佩服自己的 远见着实之余呢 迅速派出大军评判 原以为这些个辽国移民族 被忍辱偷胜 这些都是些蛇鼠之辈 肯定是手到擒来呀 可却不料 起义之后的农奴是焕然一新 比金国的正牌军呢 是强多了 耶利刘哥大败金军 在辽东割据成王了 金国的发源之地 这就算是空了 蒙古人趁机就发动了 第三次灭金战争 蒙古军卷土重来 走的还是旧道 出野狐岭 经回来之本中度 一路顺畅 拔宣德克德行 进兵至郑州 就是今天北京严庆这块地方 那么到这了之后呢 郑州呢 这就属于野狐岭和居庸关之间了 蒙古人之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在于做收不做生 曾经去过的总是有把握些 可是这一次啊 金国是有准备的 一共加强了两道关卡 第一关就是郑州 第二关是居庸关 这两关防住了 就会阻蒙古军于中都城外 连带着两河山东诸岛也变得安全 说郑州 明不见经传 这个时候却成为空前的重镇 金国全元帅又都监 朱虎高旗 率领三十万军队驻守 金庭又命赏出左城 向湾延刚 率十万人马来帮忙 一座要塞 屯兵四十万 这不是金国的兵多啊 而是一种全新的战略 不再像以前一样了 上一战野狐岭兵力分散 让蒙古军各个击破 而是什么呢 这次逼迫蒙古军进行集团军决战 以人海战术压倒对方 想的是不错 实施起来呢 却犯了两个大错误 第一 朱虎高旗和万严刚两人职位相当 谁也管不了谁 小小一座郑州 出现两套领导班子 听谁的 不听谁的 第二 朱虎高旗的三十万兵力呢 是杂牌军 杂牌军那个成分就很复杂了 基本上是由啊 非女真人的金国级将士组成 比如说前面咱们说的 这个耶律刘哥这种类型的人物 这些人呢 当年都是女真人所征服的奴隶 想让他们在女真人大难临头的时候 出力 这是何等的想得开啊 本应出现的第一次猛金两国的集团军决战 却成了一触即溃的溃败战 杂牌军根本无心应战 连带着把万严刚的十万大军也夹裹在一起 是一轰而散 这个战火瞬间就烧到了居庸关前 居庸关这时候可不是一年前的居庸关了 这个时候的居庸关上面有炮 大门以铁故死 关前呢远近布满了铁机 你不管是哪一种啊 都是针对着蒙古骑兵 而蒙古军呢 却没有质的提高 那么工程呢 继续是他们的短板 平地筑起的高墙 他们也没法逾越 那更别说在崇山峻岭当中筑起的群军是要塞了 居庸关任凭蒙古军强攻 始终就是拿不下来 蒙古军那时候觉得不能硬拼了 被迫拐了个玩儿 他们暂时呢放弃了居庸关 转向西行取到飞虎口 南入紫禁关 这次变得非常突然 充分发挥了蒙古骑兵 机动力举世无双的特点 当金国朝廷知道消息派兵去堵截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堵不住了 紫禁关击破 华北平原 那叫一路的坦途啊 蒙古军却没有趁势前进 而是派出哲别率领青旗 飞袭居庸关的背后南口 同时呢派另一只人马 悄悄地绕回居庸关的正面 当蒙古军前后夹起的时候 史书里记载 叫金谷之圣若白天下 金人游睡未知也 比金起以莫能知武 风里所及流血被掩 居庸关再一次倒塌在蒙古军的马线 历史再重演 每个女军人眼前都浮现出上一次的惨境 蒙古人再一次让他们失算了 成吉色汗并没有立即挺进中都城 而是突然间把队伍给散开了 他命令克台哈台俩人 率军围攻中都 其余大军分成了三路 竹斥查克台窝窟台为右军 寻太行山以东南下 何萨尔沃尘 还有卓斥出 还有这个博查呢 为左军 寻海岸线向东 成吉色汗本人 携右子拖雷 率中军深入燕南 战争在这三路大军征战的路线上铺开了 竹斥等右军 十月 现卓州 略行洛慈向等州 转年正月 现淮蒙卫等州 后抵达黄河 进入近东南地区 略 则路沿太行山西侧北桓 三月拔石兰等州 何萨尔登左军 蹂躏整条海岸线 中路成吉思汗与托雷 出中都之南 十一月 现河建 苍井 进入侧东 第二年呢 正月 现济南 进而分兵县一都 远及于登来 以等州 至三月 大军还住于中都北交 直到这个时候 转了一圈了 才对中都下手 而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金国就再也没有任何军队 能支援他的都城了 成吉思汗可以很悠闲的 坐在中都城下 等着女真人做出决定 可是他却等不到老对手 完颜永继了 这个激起他反抗之心 进而难寝 金国的雍诺之人 已经成为历史了 怎么就成为历史了呢 这事儿啊 得从这个 居庸关陷落的时候说起 那个时候 中都大门咒失 上次的惨痛 让完颜永继彻底慌乱 他盲目迭地 调集所有兵力 来护卫都城 这其中就包括 上一次造成恶劣影响 还被他为以种植的 胡沙虎 胡沙虎权 又赴元帅 领兵囤住中都城北 这人一天到晚 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打猎喝酒 喝酒打猎就干热的 完永继派人去责备他 敦促的赶紧备战 他突然间暴怒 一把摔死了 正在调教未养的姚英 带着军队就冲进中都城了 胡沙虎进入皇宫 把完颜永继给揪出去了 完颜永继就此下了台了 一个月之后暴毙身亡 新皇帝是金世宗完颜的孙子 金张宗完颜景的哥哥完颜巡 完颜巡成金宣总 胡沙虎要挟他 把完颜永继废为了庶人 以便呢 为其抹去弑君的罪名 金宣总觉得不错 这样也正好证明自己啊 这个上位呢 也不是说瞎来的 也挺合法的 是不是啊 于是乎呢 他也就真这么干了 这就是咱们一直啊 说为什么提到完颜永继的时候 就是说金国皇帝 魏少王完颜永继 这人当了五年的金帝啊 当了五年金国皇帝啊 没有妙号 没有士号 金国不承认他是正统 和从前的完颜量差不多 这个时候是当年的八月末 承尼斯汗还在纵兵四野 中毒城下 只是蒙古军的一小部分 胡杀虎决定主动出击 还不错 他本人的出战呢 居然还打赢了 可是呢 遇上点小问题 伤了 怎么伤了 那个脚扭了 估计是非常疼 所以他回城养伤去了 部队呢 就交给从郑州城 败回来的这个诸虎高旗 严令旗啊 必须取胜啊 胜则赎罪 败则斩辱 你要败了我就杀了你 这个诸虎高旗就被逼上了绝路了 蒙古军那么好赢的吗 居然只能胜 还不能败 苦门当中 朱高旗回忆起不久前 俩人还是平纪呢 这时候居然被对方呼来喝去的 这为什么呀 无非就是造反嘛 好嘛 你造反我不能造反嘛 照搬不就完了嘛 十月间 朱高旗率军杀进中都 让皇城第二次流血 胡杀虎被杀 君政要权落进了朱高旗手中 承计思汗转年回到中都城下 城里的敌人 已经更新换成了第三代了 金轩宗 朱高旗根本不敢应战 金国求和把魏少王 完颜永继的女儿 七国公主嫁给了承计思汗 并以金伯同男女五百人 秀衣三千件 御马三千匹为宪 蒙古满载战利品返回末北 在他们的身后 是更加残破的中原大帝 如果说上一次战争 金国是元气大伤的话 那么这一次 那就是元气尽失了 眼下的中都城 仿佛是汪洋中的一只孤独的小船 城里自都统到谋客 高级军官不下万人 这非常像后世纳粹德国覆灭前的柏林 士兵基本上没有 抵抗的全是军官 不同的是 这个时候中都城内 人心涣散 将帅皆不肯战 不想打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生活都成了问题了 中都城周边远至千里之外 成了大片的焦土 河南河北山东 刀背稍略一空 连粮食都没法支援都城 效忠何谈效忠啊 金国政权名存实亡 蒙古军还在塞外虎视 朝发可惜致 就这么下去 简直就是坐以待毙啊 中都城无法再撑下去了 这已经是定局了 金庭随出现了 迁都的提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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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